去年因为疫情停办的高雄成功国小游艺日 今年是恢复举办了 全校200多位学生带来了各项的艺文表演 包括像是有舞师啦 钢琴舞蹈还有健康操等等 那么校长呢是用钢琴弹奏Pawashia来开场 赢得满场掌声 成功国小学生及家长引颈期盼许久的成功游艺日 由校长吕家珍钢琴独奏Pawashia 作为开幕序曲赢得满场的掌声 从校内礼堂开始随着参加人数增加 不断地更换活动地点 20年后首次在文化中心志德堂登场 场内几乎座无虚席 展现成功游艺日的精神早已升职校园 一开始我们来租场地的时候 连这个文化局的同仁都大为吃惊 因为我们的表演者多达200多位 全校的学生每一位都是表演者 我们没有漏掉 全部的孩子都可以有上台表演的机会 小朋友真的是不简单 那当然要谢谢校长还有家长们 还有老师们的用心 才能够培育出这样子一个优秀的孩子 那我们也希望说孩子有这样子的机会 以后我们继续可以创造给孩子人生的舞台 从一年级到即将毕业的六年级 全校200多位学生都要登台演出 不论是精彩热闹的舞师表演 钢琴小提琴的乐器演奏 或是小朋友活泼朝期的律动健康操 全场两个多小时30个精彩节目 孩子在舞台上展现自信 也呈现学校扎根艺术教育的成果 小朋友在台上精彩的表现 让坐在台下购票入场的家长们掌声不断 对于学校的用心及师长的投入 都表示暂需 这么小就让他们有这么自信的一个表演 我觉得学校这个实在是一个创举 真的好 我对校长非常敬佩 学校校长的部分真的很用心 那我们也希望说这个活动 就是变成我们成功每年一度的盛会 继续延续下去这样子 感谢我们全体的家长 因为他们是我们孩子最大的后盾 今天家长们可是购票入场的 所以出席率非常的高 那我们从音乐馆坐无虚席票不够卖 到至善厅到今天我们租到了自得堂 有多达800个位置 今年成功游艺日的节目主持人 安排音乐老师搭配外籍老师 用中英文加米南语为节目旁白介绍 展现成功国小双语教育的推动成果 对孩子来说 小学阶段能够登上大型舞台表演 机会难得 而成功游艺日也成功地展现艺术教育的典范 小学阶段能够登上大型舞台表演 小学阶段能够登上大型舞台表演 小学阶段能够登上大型舞台表演